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当时就像一个晴天霹雳 我六神无主 咨询了很多的医生 医院 都告知我说 只有动手术做化疗 才可以解决到我的问题 无奈之下 我只有听从医生的方案 选择了手术 化疗 当时候我不知道有光环密宗 止光上失 如果早知道三年 我就可以不用吃那么多的苦 受那么多的罪 中药像黄莲一样的味道 难以下咽 医生是告诫说 你是不能停药的 要终身服药 以免复发转移 当时的化疗呢 有一种液体是红颜色的 看上去是那么的美丽漂亮的颜色 但是呢 毒副作用非常非常的大 比如脱发 呕吐不止 失眠 伤害内脏等等等等 以至于我以后一看到红颜色 就发晕 红颜色的衣服我一直都不敢穿 在07年的时候 我遇到了光环密宗止光上失 能够帮助到我恢复健康 我于是马上报名参加了 皈依学生班 这是我这辈子做的最正确的选择 在皈依学生当中 我经过学习光环密宗密法 紫光上失给我调理 灌顶 给我很大的加持 使我的心结打开了 使我的身心都得到了恢复 睡眠好转了 精神状态也好 我听到紫光上失说 以后你们回去坚持修光环密宗法 就可以不用吃药了 我当时真是心里又惊又喜啊 然后我就停药了半年 半年以后到医院去检查身体 当结果一出来 全部都是指标达到正常 我真是高兴极了 然后我就一直跟随着紫光上失 修持光环密宗法 六年来我没有服过任何的药物 身体一直很健康 所有的化来的后遗症都全部没有了 我现在的十年后的今天 跟十年前比是判若两人 算一下经济账 以前我每个月吃药 药费保健品营养品都要一千五百多块钱左右 那一年下来呢就要一万五千多元了 六年来没有花一分钱的药费 也就是说节省了将近十万 虽然大部分是医疗福利支构机构支付 但是这也是为自己为国家节省的资金资源 西药重药都是有很大副作用的 不吃药以后其实会议最大的是自己 自己身体健康了 一切都有了 我就想把我自己这得到的好处也分享给大家 告诉一切有缘的众生 以免他们也遭受我这样的痛苦 如果我们每个人都修光盘密宗而得到健康 你们大家想想看 这是一笔多大的节约的财富啊 在这里我要感恩感谢伟大的师尊子光丧师 把我从苦海中解救出来 使我获得了重生子光丧师 就像父亲那样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只要你相信就得救